他以為應該香港警方幫到他 其實不是 應該是內地的公安 才可以去處理到究竟有關的行為 在內地是否犯罪的 而有時是內地的旅客去到香港 究竟他求助的對象是香港的警方 還是內地的口岸區的執法人員呢 在現實上我很相信 在高鐵這麼大的一個總站 應該在行政和法律的人員上 我們應該提供一個協助 譬如可能是一個共同的辦公室 裏面其實如果出現這類的問題 這位女士可能需要有人去解釋給他聽 其實這個行為香港處理不了 要去內地處理 去內地處理其實就 我認為合理地不是叫他去到 羅湖 深圳 而是可以如果在高鐵總站那裡 亦都可以有內地的報案區 他就容易一些去處理他的投訴 甚至是涉及刑事的一些行為 此外就是通常有一些刑事行為的受害人 這次是非禮 亦都可能是偷野 甚至是被人斬傷 他都需要有人協助的 我們就不可以硬碰碰地說 這個跟香港沒有關係 那你去內地吧 而是應該香港有人員協助這些需要的人士 去到內地的口岸去報案 或者尋求協助 反過來都是一樣的 因為內地的旅客可能對香港的法律是不認識的 那可能他都要在第一站那裡 就有人解釋給他聽 這個行為在香港其實是犯法的 那他可能會惹上麻煩 甚至其實口岸最多時出現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你會不會走私 逃稅 帶得太多的現金 甚至是在一些檢疫的問題 都可能違反了 隨便一邊的法例 那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真的需要有一些人員 他是合作的 是屬於兩地 是派出來 去處理一些可能是共同的案件和行為 而在法律上 應該也都要提供 至少一名他是熟悉香港 和至少一名是熟悉內地法律的人員 去對求助的人士 是可以提供到第一站的協助 起碼令到那些需要協助的人 他知道他應該要去哪裏報案 那我覺得如果在這一方面 能夠在資源上配對到 那我覺得就可以令到一地兩檢 西九的總站 他會對於互相都不熟悉 對方法律的內地和香港的旅客 是會更加友善 和是更加可以達到便利的果效 警方現在知道這件事 但都沒有跟內地機關通報 或者是沒有理過女士主 其實他這個做法是否正常 我只可以說他們的做法可能是一般的做法 因為好像我們平時都會帶一些求助者 去不同的警署求助 有些原來是屬於民事的 有些原來是屬於他不可以管的 他會告訴你他可以受理 你去哪裏哪裏 去消費者委員會 甚至你要找律師 然後他就不會有下一手的幫助 我認為在高鐵來說 我們不妨應該想多一步 因為兩邊的旅客實在太多 而兩邊特別在過關的法律 其實就是有不同的地方 甚至當旅客是這麼頻密的時候 出現類似這些非禮、偷野 這類的案件其實都會多的 我們如果能夠提供有效的協助 就不用顯得好像這麼冷的地方 有時是內地的旅客來到香港需要求助 人家都不熟悉你香港的法律 反過來香港的人去到內地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有一個香港的人員 是能夠他有的角色和身份 是陪同到他去到內地口岸 某一些地點去報案的 那我覺得就完美了 例如近日也有一位港商 他因為牽涉到內地的 應該是房地產的紛爭 可能因為某一些法律的情況 他是不能夠出境的 這些可能是民事涉及刑事 也可能他有一些法律的責任未做 他要繳清某些的費用 我就不清楚詳情 但是發生的就是一個港商 他可能在內地口岸他沒有辦法出來 這些其實也等同我們很多時 遇到很多香港人的求助個案 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行為 究竟是涉及刑事還是民事的 但是他可能就是觸犯了內地的法律 是不能夠出境 這個情況亦都是一樣 為免大家產生混淆 以及產生很多不必要的誤會 如果他們是設到一個 譬如一個站或者一個房間 有提供兩地的法律人員 甚至行政人員 專門去協助這種 涉及兩地法律的一種事情 你起碼讓當事人知道自己法律的處境 同時也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猜疑 我認為其實香港和內地的政府 是應該盡快考慮 可能會不斷增加的類似這種個案 我覺得提前去準備 有些是行政上去處理了 有些法律意見給了 這樣就已經可以減少很多矛盾和誤會了 可以說起英文嗎 我們最近面對兩次事件 進行一個交代的罪 berry 第一 第一 First事件是為香港人 被捕走或被捕捕 並無法進入中國信念 第二 另一是香港人 reason 由香港人訪問 某些人在港澳大利益做了一些很 impolite 直到性格的判断 而在两个情况下 人们不知道哪些人应该去报告 或哪些人应该去报告 如果这些人是香港 permanent residents 我认为香港政府应该有不同的支援 应该有些人应该去报告 应该有些人应该去报告 这也不意思我们需要用 legal help 直到判断的判断结果 但在第一步的判断 因此,因为它的合作专业的制裁 这容易导致一些不公平的乘客 人们在同样的措断 所以在这方面,它会更多的帮助 如果两个政府能够提供一个人 能够提供第一层的资料知识 和一位人寻找帮助 也许他们可能需要一些警察 来帮助他们走到香港的 border 在这方面,他们能够提供一个状态的状态 在这方面,他们能够提供一个状态的状态 如果他们能够提供一个警察 从香港的方向,他们可能会感到更舒服 和更容易提供一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状态 不管是性 assault或 theft或其他类型的状态 对于选择人士的状态 중에哪里的状态 陆兵是原因 亦以外的方向,有些人 bege Diem jeito 去保障联盛 特 1999,他们 Pavuk 应该来在这种情况下 在香港はOK 在地区的状态 产户格比较更 SOL 也許會有更多理解關於乘客的關於乘客